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笔资金 你有吗 我承认资金上的确是有些困难 不过为了想要跟你合作 我觉得值得试一试 不 不是合作 是加盟 我想让你加入彩虹公司 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 是这样 上次见过面影后 我在董事会上特意介绍了一下你的情况 最后董事会一致认为 如果你能加入我们公司 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们 都会是一件好事 是吗 那我具体做什么呢 单开一条生产线 专门做女装 没想到你们这么信任我 石小姐 虽然我们刚认识 但是我很欣赏你 我知道你绝对有这个能力 就不知道你的态度怎么样 那当然好了 不过我要知道条件是什么 很简单 独自出资改建专卖店 这样你才有进入董事会的份 你觉得怎么样 自从看到你之后 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李志高是怎么说的 李志高说那笔不是胡锅彩的 是他的 他的 那他怎么解释的 他说当时 小青衣服穿得少 怕小青着凉 那送小青回屋的时候 就披在小青身上了 就这么的 就落那儿了 这 这 这纯粹是借口 我说也是 孙团长 你当时不在那儿了吗 当时正谈小青转正的事 那胡和财已经答应了 我这一激动 我早知道你这 这事都赖我 我要是知道你 也不全赖你 要是当时我不走 小青也出不了这个事 那你呢 你 你为什么不能去找胜利团呢 我 我怎么去找啊 小青跟我说了 不让我去 他现在呀 是什么都不想了 就盼着 等哪天呀 把小妞子接回来 好报答人家的养育之恩 那胜利呢 你说 他 他就不想胜利吗 那肯定得想 小青都跟我说了 说那年 刚着火那会儿 他都到了胜利他们工厂了 都到了胜利办公室门口了 可最后关头吧 他还是没勇气去见胜利 这事啊 我琢磨了 咱啊 还得是去找胡国财 你想得简单 那老兔崽子怎么可能 那咱也得去找他呀 那再难再苦 咱还是得找他 哦对了 那年我回来的时候 见着三丫头了 三丫头还跟我讲呢 说有一年碰到胡国财了 那老东西 一个劲儿跟他打听 小青在哪儿啊 孩子在哪儿啊 怎么样了 干嘛呀 他想干嘛呀 难道他还想 咱不管他想干嘛 咱主要是为了小青 只要他承认了 那咱们就还给小青清白了呀 他就能去找胜利了 你说得有一定的道理 可是 还是试试 孙团长 胡国财这会儿在哪儿 什么个情况 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 在监狱里呢 什么 怎么在监狱里呀 这呀 话就长了 他呢跟人开了一个小煤窑 结果冒顶死人了 让政府给判了 那咱能不能见见他 这恐怕不太容易啊 咱们跟他非亲非故的 你得想办法呀 好吧 那我真的想见他 我去想办法 喝水 喂 你好 请问是小徐吗 小青姐 怎么回境界了 没有她 她还在北京呢 是这样的 这次啊恐怕有点麻烦你了 看你老这么客气你说 是这样 怎么样 应该没有问题吧 对不起 小金姐 恐怕有问题 为什么 你不知道总航最近刚开完会 说的就是贷款问题 要求我们银行严格执行 现在一次贷款额度这么大 恐怕有难度 我得报给行长看行长审批吧 可是咱们合作了那么久 你应该了解我是很有信的 是 我知道 我尽力办 这样吧 我马上把你的个人资料 把个证件报告拿去给航长看 等我消息 好 那谢谢你啊 别客气 就这样小金姐 再见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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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便付业 bisog olla 那个杉西� 干嘛 有目的 Undov 你不怕 你给我介绍一下 是石山的钱吗 石山小姐 她是我们行的受信客户 您来之前呢 我们已经放过两笔贷款 很守信用 每次都按时还本复习 人很不错 对了 她原来一直用 石小青这个名字贷款 我知道我们行里工作正在调整 她的条件可能不太符合 我们新的政策 但是我认为 志高 扶着点 好好好 到服务员开门 好嘞 好嘞 三小 李航长 李航长 好了 你没事吧 回来了 经理 对 见姐 你别经理经理的 叫我小青就行了 对了 这小天店里怎么样啊 挺好的 你放心吧 那辛苦你了啊 没事 我先上去了 来 我老师 我老师 你还给我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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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应该了 你不应该了 我来 我来 你好 请问是何总吗 我是石山 你好啊 石经理 不好意思啊 这么多天都没有给您打电话 没关系 我知道你需要时间考虑 怎么样 现在可以做决定了吗 是的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我约你加入你们彩虹公司 太好了 我告诉你啊 石总 只要你加入彩虹公司 我们公司一定会接受你 是更上一层楼的 谢谢你啊 不过我的资金还没有到位 恐怕还得让您多等几天呀 没关系 我可以等 好 等我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您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喂 你好 哪位 喂 小青姐 喂 小青姐吗 是我 小徐 喂 小徐 你好 你好 就这样 你的贷款资料 我已经报给行长了 行长说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想和你见一面 亲自和你谈 什么 行长要亲自跟我谈啊 对 那大概什么时候啊 她没说 不过这几天她都在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那谢谢你啊 再见 对了 小光 你这个把那个衣服标签贴上啊 别忘了 亲长 要去哪儿啊 我回趟静先 回静先 亲长 不是姐说你啊 你看你一天到了四处跑 忙完这事忙那事 这要去什么银行贷款 还得冒风险 我要是你啊 我就先把店 卖给那个叫什么 什么公司来着 先把钱拿到手 然后我再想几天幸福 累不累呀你看你现在 我也不想啊 可是也没办法 你说我也不像你 有家有老公有孩子 我呢什么也没有 再不这么忙到点 日子可不就更难过了吗 清儿 我跟你说啊 别这么下忙头了 我看你有时间呢 还是找找你女儿去吧 嗯 我知道 我先走了啊 哎 注意安全啊 哎 天女子啊 嗯 哎 先会儿吃点的 这两天都上火了 你看 嗯 嗯 妈 你也吃啊 嗯 哎 晓晓天你 生日叔叔给你寄的衣服 真是他设计的 嗯 妈 哎可优秀了呢 又漂亮又年轻呢 疼着了 有那么好吗 嗯 他也特别喜欢我 他要我好好学 然后呢 去北京找他 他还问你什么呢 问我多大 然后几月几日生呢 他问你这些呢 嗯 妈 你是不是知道 那阿姨特别特别的年轻 才比我大十八岁 妈 他还说他曾经 有那么一个姑娘 他很久没见着他了 我明白为什么 是不是手掌特别像他 哎呀快点收拾收拾睡觉吧啊 明天上学呢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了别弄了 哎 我进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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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副主任 胡副主任 你们问多少遍我也不会承认这件事情是我干的 不是你干的 那那天晚上 你为什么关小青 我那天晚上没有关小青 我也从来不劝女人喝酒 那你那根米呢 怎么就落在小青床下了 你怎么解释 既然你们非说这件事情是我干的 那就是我干的 行了吧 那你承认了 我不承认 我为什么要承认呢 这关系到我的人格 当时啊 我是主抓领导 小青这个事儿 我有责任我承认 如果要不是我非把它留下来 这些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对吧 这过去的事儿咱们也不说了 说说孩子 这孩子现在怎么样啊 在哪儿呢 你问这干嘛 我想养着 可以 但是你必须承认下来这件事情 我不能承认 我再说一遍 我不能承认 朱豪 新大夫了呀 你就别喊了 你嚷什么呀 你别忘了 当初小青这个事儿把你抓进去 还是我打电话把你放了出来的 这能说明什么 那你说能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胡锅才 良心还没有完全被狗吃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们就不是来追究你行事责任的 你承认下来对你没有损失 我们是为了小青 你承认了对他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明不明白呀 我明白 我怎么不明白呀 我承认了 小青倒是清白了 那我呢 不过要是承认了也行啊 反正我现在就光棍了 哎 我要是承认了那 小青会不会嫁给我呀 哈哈 你这兔子买的 坐好 坐好 坐坐坐 到时间了 我想问你干啥呢 他生的那个时候 闺女还是小子呀 我喜欢闺女啊 哎 什么时候带你让我看看 什么东西 妈 路上慢点儿 注意安全 我知道了 在家好好照顾自己 吃饭啊 嗯 带我问衣服好 哎 其实 喂 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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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 你怎么回来了 我忘了拿你姨父的药了 我忘了拿你姨父的药了 尹丽子 你又在想你那个是阿姨呢吧 没有 我昨天看看 小星姐 我们韩长请你进去 好的 谢谢啊 请 小星同志 李秘书吧 没错 是我 怎么会是你呢 没想到吧 太没想到了 来来来 请坐请坐 喂 李秘书 对了 李秘书 我听说你不是在工商局吗 怎么调到银行来了 没多长时间 还不到一年的 小星 你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就好 你没变 还是那么年轻 是吗 是吗 小星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记得 我们应该是在文工团认识的吧 是啊 伊皇 这么多年过去了 想想当年我们那会儿多年轻啊 是啊 我知道 当年的事我不应该说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一直都会时常想起你 想起我 我知道 过去的事我不应该再提了 可是我还是要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一直在想 如果有机会 能让我再见到你 我一定当面向你道歉 李秘书 李秘书 其实 你不用跟我道歉 真的 那件事不赖你 我知道 当时你也没有办法 我有办法 可是我当时没那么做 我一直在想 那天晚上你和胜利当兵走 我要是不从火车上把你拉下来 当时我要是放你一马 你不至于后来 吃那么多苦 受那么多罪 换句话说 是我改变了你的命 我真后悔 李秘书 这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咱们以后就不用再提了 我知道 你是个好人 我记得那年我回来 正好碰到孙团长的包子铺 给工商局查抄了 我记得当时是你帮了他 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 我真的很感动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再说来 这么多年的老交情 刚好我又碰上了 怎么能不管呢 我 反正孙团长问了我的事情 吃了不少的苦 我这心里面 才过意不去呢 喂 我知道了 好 好 好了 过去的事啊 咱们就不提了 就让它过去吧 说说你今天的事吧 好 李秘书 不对 李航长 这是我的材料 您再看一下 好 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 好 不会吧 这世上还有这么巧的事 哎呀怎么不会呀 邻居们都看了 说是他们俩可亲了 那岁数模样 身条 跟你说的可像了 那这也太巧了 哎 哎 福禄子 嗯 你不说有件事要跟我商量吗 你说吧 啊 还是那个是 最近啊 我老是梦见修房 我挺吓他的 你要是有空 你陪我回去也当 啊 你这身板不行啊 万一死的路上 你说怎么办 不会的 你看我这个身体啊 我却活着了 能不能熬到太神去媳妇 不敢说了 熬到一弟子出阁 没有问题 行行行行 我琢磨琢磨吧啊 那个就听你的心了啊 不 福禄子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你得跟我说实话 上次隐弟子回来的时候 你都跟他说了圣了 圣马也没有说呀 什么都没说 没有说呀 真的没说 我真的讹是吧都没有说啊 福禄子 你看着我 小婷 真不好意思 你看这么大老远 还让你跑一趟 您您别这么客气啊 您看您都这么忙了 还能抽出时间来见我 我已经很高兴了 你可千万别这么讲 这么多年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 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帮你一下 这不有机会了吗 我高兴还来不及了 那先谢谢您了 李航长 贷款的事你放心 我会尽快办的 好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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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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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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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了 我一提小情你给我吃醋 一提小情你给我吃醋 怎么了 现在赚不开磨了 跟人家借钱了 我告诉你 我不去啊 我没长这个脸 你要长脸你去借 你老怪 你给我喊什么呀 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了 我不是这时候 你让你跟他借点钱吗 你用的啥时候不给我喊吗 你后悔了是吧 心疼了是吧 你后悔了是吧 后悔了你说啊 我叫我告诉你 别在这儿胡搅蛮缠的啊 我怎么胡搅蛮缠了 你张开手干吗呀 他想打我呀 给你打一打 有能打吗你 好 安保贵 你长本事了啊 你打我是吧 你打我是吧 给你生儿育女的 我是给你照顾生意 你现在在打我呢 你现在好了 你成了是吧 你是不是想跟他在一块啊 行 行 我给你疼地方 我让不过 哥 这怎么了 这怎么了 没事 哥 清洁上电室了 出去吧 我给你打开这儿啊 快点了 来 来 快坐快坐 我最近乱七八糟事太多了 这昨天刚从山西回来 没空给你打个电话 我还想跟你说呢 渭良那个人真不错 看上去也挺细心的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没怎么 来 喝点热水 你找我有事 我就是想让你一起 得多少钱吃个饭 你看我这正吃着呢 对不起 你看我 要不下次也行 没事 那这样吧 我陪你再吃点 不用 我没事 我不饿也 那你也得吃饭 没事 我还不是很饿 你等会儿 喂 是疼吗 崔师傅 你好 我刘胜利啊 您帮我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再来一个公豹鸡丁 来点米饭 好 谢谢啊 好 知道了 好 谢谢 鸡蛋 就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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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吃啊 怎么了 没事 是不是太想欺负你了 没有 那你这是怎么了 其实昨天晚上 魏良他 魏良他怎么了 快说呀 他向我求婚了 我还当什么事呢 这不是好事吗 怎么了 你不想结婚啊 盛丽 你知道 我心里 这么多年了 我心里一直有你 我明明知道不可能 却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我要是答应了他 连这一切希望都没有了 盛丽 我最后一次问你 我和你 美娟 别说了 我感谢你对我的这份情意 但是我不想辜负你 魏良是个好人 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 李芋 你是不是收拾我东西了 没有 那明天怎么没了 是吧 你放哪儿了我不知道啊 发梳理了 怎么没了 没就没了呗 什么大不了的 我要给石阿姨写信的 写信 写信 写什么信啊 她叫她一面 都不是 还是有闺女好啊 你看看 进门就吃现成呢 太好了 你快去盛饭去 去去去去 你是不是给我拿了 是我拿了 怎么了 给我 给不了了 我烧了 你 你也没了 我们 你为什么那么做 为什么 就是不想让你跟他来往 为什么 是阿姨那么好 不好也不行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就不行 明白了吗 可那是我的朋友 你不能那么做 不就烧个名片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又没犯罪 我已经十八岁了 我成人了 你不能干涉我交朋友 是是是 你说得对 你是十八了 但是你再长大成人 你也是我闺女 你也听我的 我没说不听你的呀 但这件事情 你就不能那么做 好了好了好了 这时机过去了过去了 闺女吃饭了 好吧好吧 不行 想想想想想了 今天必须把这事说清楚了 你不能那么做 你还有完没完呢 什么不能啊 我什么都能 别忘了我是你妈 你不是 你不是我妈 你说什么因地责任 你不是我妈 你说什么因地责任 你不是我妈 你不是我妈 我妈 我妈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叔叔 是我 尹弟子 怎么了 是你的 你别哭啊 出什么事了 快告诉我 叔叔 是这样的 尹弟子 我知道你很喜欢那个阿姨 可是你妈妈呢烧了她的冰片 让你跟她失去联系了 这是她不对你 可是你应该反过来想一想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是担心你 如果那个阿姨 真的是你亲生母亲怎么办 所以她是怕失去你才这么做的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可是我刚才跟您说过了 那个阿姨才比我大十八岁 她怎么可能是我亲妈妈呀 我知道不可能 可是你妈不这么想啊 说来说去啊 她还是担心你 她还是爱你的 所以她才这么做 你懂我 你懂吗 这就对了 还有啊 尹弟子 有些话呢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 但是现在 我必须要跟你说 你妈妈 是在你病得最厉害的时候 收留了你 她对待你 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背着你去看病 省事兼用地把你抚养成人 她为了你付出了她的一切 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 师叔 我知道我错了 我妈妈还会原谅妈妈 尹弟子 你放心 你妈一定会原谅你的 你现在马上回家 去跟你妈道歉 你就说我错了 听见了吗 我知道了 师父再见 再见